目前我们已知的圣结石 主要是草酸钙结石 它是由草酸盐 钙 以及身体代谢的有机物 在我们的肾脏里浓缩结晶 不断变大形成 所以我们想预防圣结石 就要减少尿液中的排钙量 或者减少尿液里 要排出的草酸 我们前天已经讲过 钙和圣结石的关系 食物当中的钙 摄入不足 会导致小肠吸收草酸的量上升 吃了含草酸高的食物 或者体内代谢成草酸的物质过多 都可能带来尿液中的草酸含量上升 因为人体无法降解草酸 所以必须要把它排泄掉 那么钙和草酸的结合机会就会增加 从而会引起草酸钙 这类结石的风险上升 同时过高浓度的草酸 对肾脏关节心脏都有损害作用 短时间里 摄入大量的草酸 会迅速对人体造成损伤 甚至致命 所以很多人害怕菠菜这类食物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不过菠菜里的草酸 一定会跑到尿里面去吗 其实它可能会在烹调时 被除去 也可能在胃肠道里面 和其他物质结合 从粪便里面排出 而并没有吸收到血液里面去 那么吃菠菜也就不一定会长结石 而且不同的人 胃肠道对草酸的吸收能力也不一样 胃肠功能障碍者 有肠肉综合症的人 食物当中草酸的吸收率 可能会高于健康人 实际上也没有数据能够证明 吃菠菜或者吃蔬菜多的人 就有更大的机会换上神经食 富含草酸的食物 到底对结石的形成有多大作用 这还要看 用什么样的碰调方法 看个人的胃肠道是否健康 身体对草酸的代谢能力如何 以及摄入钙 鎂 这类矿物对数量了多少 相反 绿叶蔬菜当中 因为含有丰富的钾和鎂 这两种元素都有利于减少尿钙的排泄量 尿钙浓度下降 这对预防肾结石是非常有利的 反而那些想通过多吃肉 多吃高蛋白来减肥的人 要小心肾结石的风险 因为这种吃法会造成尿液酸度上升 钙的排泄量大幅度的增加 同时出现骨钙负平衡 有骨质疏松的风险 总之 目前的医学界是认为 草酸摄入过多并不是促进 肾结石的主要原因 能代谢成草酸的物质摄入过多 或者膳食的钙摄入太少 或者蛋白质摄入过多 这些都是促进形成肾结石的可能原因 还有人认为可能是胃肠道里面缺乏 降解草酸的微生物 或者是胃肠道功能异常所造成 有研究者对三项大型流行病学研究中 将近24万名受吃者的草酸摄入量 和肾结石的发生情况 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吃草酸最多的男人 和最少的人相比 肾结石的风险有22%的增加 年长的女性是21%的增加 吃菠菜最多的人和完全不吃的人相比 男人和年长妇女的肾结石风险 分别上升了30%和34% 但是年轻女性则完全不受菠菜和草酸的影响 所以研究者不认为膳食中的草酸 是肾结石的主要风险因素 少吃蔬菜看来并不是预防肾结石的有效措施 你不吃杂粮豆类 不吃坚果 天天吃白米白面 再加上大量的肉类 喝甜饮料 草酸的摄入量 看起来是非常低的 但是你患上肾结石的风险 却会上升 这里我们要推荐带食饮食法 它主要是针对血压的控制 但有研究也证明 它是有利于预防肾结石的 因为它主张减少油脂和盐的摄入 增加水果蔬菜 全穀物 甲钙美等矿物质的摄入 一方面你少吃盐 可以减少钙的排泄 另一方面 蔬菜水果 还可以减化我们的尿液 水果中的柠檬酸 还可以跟草酸 来竞争钙的结合 因为柠檬酸钙的溶解度更高 因此更容易排出体外 草酸含量低的蔬菜 当然可以放心吃 如果实在想吃菠菜 线菜 这类高草酸的蔬菜 记得用废水超一下 可以去除40%到70%的草酸 或者和高盖食物共同烹饪 比如菠菜豆腐 我们知道原理以后 也不用避之不息 科学搭配才是解决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织网ствие 雁达 宾 宾 ang